近几年,有不少军迷朋友在交流的时候,总会脱口而出三个字,那就是下饺子。 他主要讲的就是我国海军的大量舰船下水服役的情景,就像饺子一样,一批一批上水,不仅有的是主力战舰,也有新型战舰加入,使得中国的海军力量不断下强,中国的国防力量也在不断的增长,这及时得益于我国现在生产制造技术的提升。 中国制造的速度,已经开始被世界瞩目,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不断的发展着,从新闻报道中,不难看出,自2015年以后,我国大联合上海的两家造船厂,现在可以说是干得热乎朝铁也不为过,先说现在最火的003型国产航母,现在就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紧锣密布的建造当中,预计会在2020年会下水服役, 到时候就会多一艘航母,加入我国海军的航列当中,而且到时候航母的技术就会非常的熟练,我国自己的航母梦,就不会太远了,而大联造船厂也没有闲着,目前的建造任务,起码有6艘052D和055区逐舰, 另外还有一艘航母,正在博位上,接受第二次海事前的西装工作,那就是我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航母,是我国的骄傲。 不仅如此,052D驱逐舰,作为我国海军最新一代导弹驱逐舰,是一款可以配备向控制雷达与垂直发射区域防空导弹系统,的现代化防空驱逐舰, 这也标志着中国的防空舰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,而055区,逐渐在某种设计理念上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,在局部设计上已经处于领先水平,其中包括国产航母001,有人说中国目前的船厂舰船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,这么说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,毕竟中国现在的早住水平已经领先世界了, 但是如果按建造速度,将中国放的第一位,小编还是不敢苟通的,其实还有一个国家已经超越了我们,那就是美国的最大的船厂,近日,该船厂负责人透露,目前已经接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订单,要求在2020年以前,建造更多的舰船,按照该船厂目前的建造速度,可以在2020年, 同时建造两艘航母,以及10艘潜艇和驱逐舰,可以说是中国的一倍,而且听说现在的船厂处于低速跃转的状态,那么完成美国订单的速度将会提高不少,或许会超额完成任务, 其实这也是与美国这么多年的积累有关的,我国目前取得成就也是喜人的,只是不能为现在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,停止不前,也不能被美国得到建造速度吓倒,而是要奋起直追,起码要做到与美军可以媲美的地步, 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呢?欢迎您的关注!